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父 我好喜欢你 师父 公爷 你不是应该在宫里督察指岗吗 小公子自从进入新兵营 便日夜不停操练 他肩上的旧伤复发 也没见他歇息过 说完了 小公子这样日夜不休 您看 要不要派个人传个话 叮嘱一下 他去从军 受苦是应该的 是 那属下告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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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大人 方大人 张大人 福大人 跟我走 这里是营中 有军令军纪的 那依军令军纪 我是你的什么 官长 黄泉营参军方海誓 是 跟我走 方大人也太威风了 方大人是大哥的兄长 又是社生校尉 自然威风 你干什么 方卓英 黄泉营 你几时几夜不吃不喝 只知道在教场操练 你知不知道这样会出人命的 你过来 让我看看你的伤 你别碰 我没事 旧伤叠心伤 我问你要不要命了 你可别吓唬我 我身上的伤加起来 还没你一半多呢 我且死不了呢 再说了 行武之中不操练 如何得建议 你就这么想离宫吗 当然了 功名仕途 那都是束缚人的金笼子罢了 就这样和我和师父一起办差 在积风馆尽中尽孝 不好吗 尽中尽孝 当然 师父对我们虽无生恩 但有养育之恩 我们日后自然要在他西前尽孝 西前尽孝 我问你 他比你才大了多少 他也才大了我多少 海誓 就包括你跟着他的时候 他自己也是个半大的孩子吧 方海誓 方大人 方大人 从来都不是我的父亲 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我说的是实话 方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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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几个在这儿鬼鬼祟祟的做什么 启禀方大人 海誓大人是我们的大哥 我们担心他的伤势 所以 才会出现在这儿 对 既然你们这么关心他 那平素理就要劝导他 不要这么任性 还有 他现在受伤了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 就不要来打扰他 知道吗 是 方大人 好 公爷 真的不用咱们 去关照一下小公子那边吗 你 你 在那里 你 在那儿 在那里 你 你 我 在那儿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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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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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我該走了 再不走 公里洛索 就出不去了 出不去就別出了 我就叫人給你拿信 方建明 啊 你別走 師父 我 我 我好喜歡你 師父 喜歡到 你要離開 我就好難過 你 你知不知道 師父 師父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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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事吧 你沒事吧 大哥的大哥 吩咐過 不讓我們打擾 這不做了這麼多好吃的 是啊 你沒敢叫你 我桌上有碗粥 你沒有看到有人進來過嗎 粥 是我們做的啊 是啊 我們一大早就等在這兒了 除了剛剛無恙送進去一碗粥 我們連一隻蒼蟻都沒放進去 對 是啊 我知道了 方大人 張大人請您去主營章 我即刻就來 是 張大人 方大人 你身上的舊傷可否好些 勞烦大人掛心 昨夜上了藥 歇息了醫 你無大礙了 這樣就好 大人這次找我來 是有何緊急的藥物嗎 明日咱們開八北上 前往黃泉關 我想 如若方大人的傷勢未愈 要不要就留下休養些時日 再拽小隊人馬跟上 方大人 你怎麼想 我已無大礙 可隨大隊人馬 共赴黃泉關 好 今日休末 士兵們皆可以回家 與家人告別 方大人要不要 回季風館向青海宮 和方卓英大人告別呢 這天啟城與黃泉關 相隔千山萬水 下死相見 又不知是何年月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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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